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主演与凤行火热来袭,女配光芒夺目引粉丝狂欢 央视迎评,历来都是品质与收视的保证 而这一次,备受瞩目的与凤行更是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 从精心编织的剧情到星光熠熠的演员阵容,再到细致入微的制作细节 与凤行无疑将成为又一部引领冠剧热潮的佳作 与凤行的故事,仿佛是从古老的卷轴中飘出的传奇 贤猪而生的必仓王,一个身怀异能的神秘女子,与神君行指之间的纠葛 宛如一曲跨越千年的恋歌 其中逃婚的桥段,既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挑战,也为后续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而变身与相遇,更是将剧情推向了高潮,让人在悬念与期待中欲罢不能 而在这部剧中,演员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赵丽颖作为女主角,将必仓王的英勇与柔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她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精湛演绎 但与此同时,她所面对的,却是一群同样光芒四射的女配 李佳琪、曾黎、轩璐等实力派女演员的加盟,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她们在剧中的角色形象鲜明,各剧特色,与赵丽颖所饰演的必仓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李佳琪饰演的幽兰,是一个自带幽默感的女子 她的出现,为紧张的剧情增添了一抹轻松的色彩 她不仅有着出色的喜剧天赋,更通过细腻的演技将幽兰这个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欢笑之余也能感受到她的情感变化 曾黎则以其又美又撒的形象,诠释了沈穆月这个角色 她是一个性格坚韧,执着追求自己目标的女子 曾黎通过精湛的演技将沈穆月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在感受到她的坚韧与执着的同时,也为她的命运感到担忧 而轩露通过深情的演绎,同样让观众感受到了她所饰演角色的内心世界 她的角色在剧中经历了许多波折和磨难 但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执着 轩露通过细腻的演技,将这个角色的情感变化展现得十分到位 让观众在感受到她的痛苦与挣扎的同时,也为她的坚强和勇敢感到敬佩 而面对众多角色女配的挑战,赵丽颖显然也是不甘示弱 她不仅在造型上力求突破,更在演技上与女配们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较量 无论是与李佳琪的幽默互动,还是与曾黎的深情对戏 都让人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面性和可塑性 除了演员阵容之外,与凤行在制作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服装、道具、特效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精致的服装设计不仅彰显了角色的身份与性格 更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了极致的享受 逼真的道具和特效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的仙侠世界中 感受到了那份奇幻与浪漫 这些细节的精心打造,不仅提升了剧集的品质 更让观众在冠剧过程中得到了极致的沉浸体验 总的来说,与凤行作为一部古装仙侠剧 无论是从剧情、演员阵容还是制作细节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相信在央视的播出平台上 这部剧一定能够以其独特的魅力和精彩的内容引发新一轮的冠剧热潮 至于赵丽颖能否在该剧中突破自我 吻压这群角色女配的风头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期待他们能够在剧中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表演和惊喜瞬间 热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与凤行的关注和支持 赵丽颖再度呈现的与凤行即将热播 我们深感荣幸能与您共同迎接这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在这部剧中 赵丽颖将再次展现她非凡的演技和出色的表现 为我们呈现一位独具魅力的女主角 与此同时 女配角的角色表现也必将成为整部剧的一大亮点 令人瞩目 她们共同演绎的故事 将为观众呈现一场感人至深 震撼人心的视听盛宴 与凤行的热播即将带给大家无尽的惊喜和感动 赵丽颖与女配角们的精湛表演 将让您沉浸在一个充满仙霞奇幻的世界中 不仅如此 剧中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也将引发观众对生活 爱情和人性的深思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您能够感受到创作团队的心情付出 和演员们的全情投入 这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演绎盛宴 将为您呈现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视听盛宴 最后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 愿与凤行给您带来欢笑 泪水和深刻的思考 让我们一同期待这部剧的热播 共同走进这个神秘而充满魅力的仙霞世界 王一博 从摩托侠到武林高手 多面才华令人惊叹 王一博 这个名字在娱乐圈里可是响当当的 他不仅长得帅气 还有一身的才华 不过 别看他平时在舞台上那么酷炫 私底下可是个幽默风趣的大男孩哦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一博的幽默世界 看看他的那些趣事和搞笑瞬间吧 王一博是个不折不扣的摩托车迷 他热爱摩托车的程度 简直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女朋友一样 每次提起摩托车 他总是兴致勃勃地 分享自己的骑行经历和心得 不过 骑摩托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哦 有时候 他也会因为骑得太猛而摔个四脚朝天 这时候他就会自嘲说 看来我还得多练练平衡感啊 双引号 除了摩托车 王一博还是个舞蹈高手 他的舞技可是得到了业内人士和粉丝们的一致好评 不过 你可别以为他的舞蹈生涯都是一帆风顺的哦 有时候 在练习新舞蹈时 他也会因为动作太复杂而频频出错 这时候他就会笑着说 看来我还试得在练练手脚协调能力啊 双引号 王一博不仅在舞台上表现出色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搞笑担当 他的幽默感总是能在不经意间逗笑身边的人 有一次 他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他竟然一本正经的回答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帅得特别明显 这句话一出 现场的记者和粉丝们都笑翻了 除了幽默感 王一博还是个十足的小吃货 无论走到哪里 他总是能找到当地的美食来满足自己的味蕾 有一次 他在微博上晒出了一张自己正在吃火锅的照片 并配闻到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那就两顿 这句话迅速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让粉丝们笑得合不拢嘴 除了幽默和搞笑 王一博还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 有一次 他参加了某慈善组织的义卖活动 并亲自设计了一款T恤来筹集善款 这款T恤上印着一句幽默的话语 穿得这么潮 难道还能不善良吗 他用这种方式呼吁大家关注公益事业 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然了 王一博也有一些小缺点 比如 他有时候会有点小自恋 总觉得自己是最帅的 还有时候会有点小邋遢 不太注意个人卫生 不过 这些小缺点并不影响他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粉丝们喜欢他的真实和不做作 更喜欢他用幽默和才华给大家带来的快乐 总之 王一博是一个充满幽默感和才华的艺人 他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 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和正能量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都是一个值得大家喜爱和支持的艺人 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风格和态度 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难忘的瞬间 在王一博的多面才华中 他不仅是娱乐圈中的摩托侠 速度与激情的化身 更是舞台上的武林高手 舞蹈的魔法使者 这位多才多艺的艺人 以其出色的表演和引人入胜的才华 成功地将两个看似迥异的领域融合成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摩托侠是王一博在娱乐圈的代名词 他以急速、激情和勇气塑造了这个角色 无论是在影视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他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 勇攀艺术巅峰的决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的表演不仅令人热血沸腾 更成为许多年轻人心中的英雄 而在舞台上 王一博则是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 他用独特的舞蹈语言传递情感 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一场视觉盛宴 无论是独舞还是与团队合作 他都展现了惊人的舞蹈实力和对艺术的热爱 观众们总是在他的舞台上感受到无限的活力和激情 王一博的多重身份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 他成功地打破了艺人的单一标签 成为行业中备受瞩目的全能偶像 从摩托侠到武林高手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是速度与激情的代表 更是舞台艺术的引领者 对于观众们而言 王一博的表演如同一场视听盛宴 让人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中无法自拔 他的多面才华让人惊叹 也让我们期待他在未来能够继续展现 更多不同领域的精彩表现 无论是速度的挑战还是舞台的律动 王一博都以其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愿他在娱乐道路上继续勇攀高峰 为我们呈现更多令人心持神往的精彩瞬间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